一名頭戴黑色鴨神帽的男子 戴著手套 來回在地上潑灑汽油 下一秒拿著汽油彈 從門內走出來 往地上砸 瞬間冒出強烈火光 伴隨爆炸聲 火勢猛烈 檳榔灘內燒到焦黑 裝油的東西 向檳榔灘的方向砸過去 砸完之後就上了一台白色的車子 隨即往埔里的方向逃走 南投仁愛鄉 這家檳榔灘為何引人縱火 到底有什麼糾紛 10月中警方接獲通報 縱火的陳姓男子 和開車的共犯黃姓男子 先後再彰化被捕 雙雙聲稱是受人叫縮 警方查到李姓男子 是檳榔灘老闆娘的前童居人 兩人沒有登記結婚 卻有財務糾紛 和一歲多女兒撫養的問題 幾點來放火了 九點多了啦 那時候有那個保全系統有叫 檳榔灘老闆娘的前童居人 否認是祖先 因當時不在現場 還沒有證據判定他是祖謀 一起檳榔灘縱火案 為情還是為財 檢禁抽絲剝繭找證據 記者曾偉翔 王俊傑黃山南投採訪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